以军特种王牌部队在行动 大量人质被营救 以色列空军继续斩杀哈马斯重要高级军官 伊朗高级情报官被刺 谁干的 是什么因素导致以色列地面进攻再次推迟 一军地面战对哈马斯的地道战 这仗要怎么打 为什么说哈马斯把恐袭做成了一门生意 战争是残酷的 从来打仗就是要死人的 自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 以色列人死亡超过1300人 受伤3484人 加沙死亡人数已达2329人 9024人受伤 短短几天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造成1.8万人伤亡 这个数字还在增加中 肇事者哈马斯方面 超过10个哈马斯领导人确认被斩首 超过1500名哈马斯分子被打死 哈马斯的海军副司令和大批哈马斯被俘虏 以色列在过去几天用超过6000枚导弹钻地弹 轰炸哈马斯超过3000个目标 哈马斯的培训基地 指挥中心 金融机构 教育机构 都通通被夷为平地 今天 以色列国防军IDF的战斗机 武装直升机 继续袭击加沙走廊北部的多个目标 在新贝特的情报指导下 哈马斯恐怖组织安全南部地区指挥官 马特兹·爱德 被以色列国防军去军事化 据最新消息 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情报官 阿基基 在德黑兰遭遇暗杀 伤势严重 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大家猜猜 是不是摩萨德干的 以色列的王牌特种部队也没闲着 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X上 公布了以色列精锐特种部队第13突击队 在攻占哈马斯一个据点 重新控制苏法军事哨所 并成功将大约250名人质 活着救了出来的士兵 他们顺便还逮捕了哈马斯的一名高级军官 这段被认为是以色列士兵 随身摄影机录下的视频显示 精锐部队朝着建筑物内连续开火 并押出了一名身上有血迹的男子 然后精锐部队冲入黑乎乎的房间内进行搜索 侠亚特 侠亚特 留在掩体里 我们来了 一名士兵喊道 侠亚特是这支特种部队的名字 这名士兵似乎是在告诉里面的人 侠亚特来了 以色列国防军还公布了以色列海军 Snapper分队 向游向海岸线 企图从海上潜入以色列的恐怖分子开火 士兵们挫败了一些恐怖分子 阻止他们到达海岸线 可以看得出当时的场面非常激烈 多艘哈马斯摩托快顶被击中骑火 跳海企图游向海岸的亡命之徒被击毙在海里 清醒过来的以色列正规军战斗力 依然是非常强悍的 接下来谈谈以色列这仗要怎么打 孙子兵法云 上兵伐谋 其次伐骄 其次伐兵 其下工程 首先是外交战 有计划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0月15号 坚定站在以色列这边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继续他的外交穿梭努力 他先后已经访问了以色列 约旦 卡塔尔 巴林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埃及等国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分化阿拉伯国家 确保这些能团结的阿拉伯兄弟 都不会站到哈马斯和伊朗一边 帮助以色列建立一个有利的政治氛围 布林肯星期一会再回到以色列 相信他会汇总情报 给以色列一个重肯的建议 俄罗斯卫星网也做了个分析称 美国正在干三件事 第一 快速向以色列运输航空炸弹 加强轰炸 最近以色列的弹药量消耗极大 第二 继续向中东地区增兵 五角大楼宣布 正出动第二支航母 艾森豪号打击群 前往东地中海 以支援已在当地的福特号 超级航母打击群 出动双航母打击群 主要目的在于威慑伊朗 以及由德黑兰撑腰的 黎巴嫩珍珠党 美国同时还向该地区 部署了数架最先进的F35战斗机 顺便说一下 从来不甘落后的英国 也向东地中海部署了两艘皇家海军舰艇 及P8侦察机 另外还包括两艘辅助舰艇 三架直升机和一个皇家海军陆战队联 以支持以色列并加强地区稳定 唐令皆称 这些军事支持计划将大大增强 以色列海军的实力 英国也在舆论上予以了大力支持 英国打算驱逐支持哈马斯的外国留学生 及在职人士 或废除相关人士的签证 英国内政大臣敦促警方采取宁容忍态度 制止并起诉支持哈马斯的反犹太主义行为 法国就走得更远了 已经有三人被驱逐出法国 还有英国媒体表示 我们可以帮助这个群体回到他们所期望和喜欢的环境 这是一种非常文明而有意义的方式 事实上 这些哈马斯的支持者当初都是以摆脱国内恐怖主义威胁的名义 申请到拘留权的 第三 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除了以色列 美国认定伊朗参与了这场阿克萨大洪水行动 虽然伊朗一直都不认账 不过去年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也不认账 所以承认与否都不重要 美国直接冻结了本来准备给伊朗解冻的60亿美元存款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分而治之 人治意境 做到在道义上不落下风 不落口食 10月15号 以色列恢复了对加沙南部的水 食物和药品的供应 恢复供水给南加沙 这样就对了 加沙城和北加沙的居民 就更知道要加快撤离 把哈马斯留在他们的地道里 据点里 过去24小时 以色列的大规模行动仍然没有开始 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 得到了更多的疏散事件 纽约时报报道 因为雨势过大和云层浓厚 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进攻 将延缓几天 与此同时 以色列国防部称 多支突击队 已渗透进入加沙边缘地区 搜索人治和哈马斯武装隐藏的位置 这叫侦查打击 以色列是希望通过抓俘虏 获得哈马斯武器隐藏的位置情报之后 再开始打击地道系统 和隐藏的地下弹药库 同时以色列还切断了该地的网络运行 不能让恐怖分子利用网络 替自己做舆论宣传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中将 今天在该国南部视察军队和检查 发起进攻前的准备情况 他表示 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进入加沙地区 摧毁一切基础设施和军事设施 一句话 就是要赢 不过说实话 以色列的这一仗还是很难打的 据路透社报道 约有四万多名哈马斯组织旗下的精锐部队 聚集在加沙地区 严阵一带以色列国防军的进攻 加沙地带面积仅365平方公里 建筑物和人口密集 与平民混聚的哈马斯配备了反坦格导弹 火箭弹 无人机 地雷和多种爆炸物 以色列如果攻入加沙开打巷战 势必将引发更惨烈的伤亡 这也就是以色列要平民大迁移的用意所在 兼必轻野 除了巷战 加沙庞大的地道王 也将成为以色列军队推进的重要阻力 哈马斯在加沙苦心经营了多年 囤积了大量的武器 以托迷宫一样的地道打游击 要向清角相当不容易 地道战从来都不好打 加沙的地道网络 从2007年哈马斯占领加沙之前就存在 原本是用于从埃及走私日用必需品 如今地道王已遍布加沙全境 据说有1300多条 全长500多公里 还有多条地道直通以色列 被以色列称为加沙地铁 加沙隧道内部是什么样呢 英国卫报描述称 加沙地下隧道四通八达 他们的入口通常是隐藏在房子里的深井 需要向下深入十几米到几十米后 到达一个铺有混凝土护墙和电缆的通道 大多数通道宽约一米 高约2.5米 几乎只能容纳一名携带武器的男子 这些隧道通常每个都不会太长 避免串联太多太广 一次性受损过大 所以哈马斯板每条隧道都只修一到三公里 每一个又有许多入口和分支 它们和其他隧道 以及用作指挥中心和武器库的掩体相连 保护哈马斯武装人员 免受以军地面袭击 据称这些隧道大都是依靠人力挖掘 降低使用机械时产生的噪音和震动被发现的危险 分析人士估计 每条隧道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完工 例如2013年10月 乙军发现的一条巨型隧道 位于地下18米 延伸1.8公里 它使用了800吨混凝土 配备有电力系统 并储存了足够的饼干 酸奶和其他食物 可以维持隐藏者几个月的生活 下一步 如果以色列士兵从地面进入地道 则见面对错综复杂的地下迷宫 以及哈马斯在地道中布设的各种爆炸装置 此前哈马斯威胁要处决以色列人质 人质也很有可能被带入了地道 面对这些地道 我看有观众留言说 可以用灌海水淹它们 当然还有更好更经济的做法 就像捉老鼠 可以用烟熏加催泪瓦斯 效果一定几价 观众朋友如果有更好的办法 可以留言讨论 说到地道 不得不再提一件事 2006年 哈马斯武装分子从加沙一侧的地道 潜入以色列 绑架了以色列士兵沙利特 沙利特被关押五年后才获释 为了挽回沙利特 以色列一狠心 咬咬牙 分批释放了1027名 关押在以色列监狱内的巴勒斯坦囚犯 而这些囚犯出去后 很快又变成了恐怖分子 在此之前 沙利特家人指责以色列政府 未能尽全力救出沙利特 一直在以色列总理的住所外 扎帐篷抗议 直到沙利特被换回来 民主政府的领导不好当啊 2011年10月18日中午 被哈马斯关押超过五年的沙利特 竟由埃及回到以色列 当沙利特搭乘的直升机降落在 以色列自卫队空军基地时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站在跑道上迎接 沙利特穿着以色列自卫队制服 向内塔尼亚胡敬礼 并与父母团聚 为规范地道产业 哈马斯甚至还专门设立了地道局 负责监督地道修建质量 控制进出口商品类型 并征收税费 研究人员估计 哈马斯2009年征收的地道税 在1.5亿到2亿美元左右 2011年已经升至3亿美元 说到赚钱啊 哈马斯可谓各种高手 手法多样 据称他们是最有钱的恐怖组织 根据Euronews报道 哈马斯在2014年 曾被福布斯评为 世界上最富有的恐怖组织之一 一年有着高达10亿美元的收入 主要金流来自于税金 财政援助和捐赠 伊朗和卡塔尔则是大金主之一 在2022年 哈马斯恐怖组织 也被爆出投资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 阿尔及利亚及苏丹的建商 光是利用房地产交易 一年就能进账超过5亿美元 除此之外 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 在一国当局要求下 冻结数百个和哈马斯有关的加密账户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这些账户在过去两年内 进账4100万美元 所以说他们不差钱 哈马斯最近还发起了一个战斗邀请 愿提供月薪6600美元 雇佣瓦格纳士兵来跟乙军打巷战 要知道瓦格纳在利比亚的月薪才1800美元 在叙利亚2500美元 在乌克兰2700欧元 这哈马斯真把恐袭做成了一门不折不扣的生意 其实呢其他的恐怖组织又何尝不是呢 1990年61岁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法塔赫的领导人阿拉法特 在突尼斯的海景别墅中 迎娶了他27岁的新婚妻子 这位美娇娘 就是后来为了阿拉法特留下的60多亿美元遗产 不惜跟法塔赫撕破脸打官司 而被阿巴斯痛斥为 贪婪的法国贵妇的苏哈阿拉法特 正是他争夺财产的行为 才曝光了曾被巴勒斯坦人 当作圣人般看待的阿拉法特的真实面目 最终 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本人 乃至整个法塔赫 在巴勒斯坦民众中的名望一落千丈 这也给哈马斯的城市崛起 创造了客观机会 我是林远山 感谢收看新冷战情室 请您点赞订阅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